中华第一保镖张海军出山 一招蝎子白尾横扫擂台 轻松KO对手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为您带来一场十分精彩的比赛 我们中华第一保镖张海军出山 对战塔吉克斯坦的拳王 18岁的周天佑 让我们来到比赛 你可以看到红方选手 就是我们的中华第一保镖张海军 而蓝方选手则是 塔吉克斯坦拳王周天佑 那么双方在一开始 也是表现的进攻欲望很强 我们的张海军 可以看到一招直接将其撂倒 我们的张海军是一个 正儿八经的退伍军人 在服役期间 也是接受到了散打和拳击 退伍之后进入了保镖行业 被称之为中华第一保镖 你可以看到对战这个周天佑啊 张海军表现的是游刃有余 进退有据 那么没想到在蒸蒸日上的 这个事业之时 竟然被18岁的小将 来自塔吉克斯坦的周天佑 点名挑战 还真的是猖狂至极 那么这一场比赛呢 也是我们这个张海军 引退全坛的最后一战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 且看且珍惜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周天佑 还是在找机会 哎呦一记正当 这是什么招数 我们的张海军也是 一个翻身回头 又是一次 抱腿单示威 张海军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不错啊 反倒是这个周天佑啊 白长这么大一个个子 没有发挥出来自己 避斩长腿长的优势 显得有些毛冷 那么张海军之所以被称之为中华第一保镖 也是因为他曾经保护过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啊 元首啊 领导人之类的 如果您细心观察的话 可以在一些以前的时政报纸上看到他的身影 哎呦 这一战后登直接将这个周天佑给踢倒在地 太吓人了 我们可以看到周天佑这个能不能缓过劲来 裁判还在看 还在观察 好的 比赛结束 让我们恭喜我们的张海军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不愧是中华第一保镖啊 这个实力确实是无人能及 我觉得他的实力是可以跟死神方便 还有坦克邱建良相提并论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片头 可以看到我们的周海军啊 这个实力真的是非常的强 有精力啊 做一个后空翻 还能击倒这个塔吉克斯坦的拳王周天佑 不愧是我们的中华第一保镖啊 好的让我们恭喜我们的周海军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 然后我们的后面还有一段周海军的采访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的谢谢 谢谢大家嘉宾 再次享受胜美 上海军 海军 来 我问一下 如果拉起还会像是把这炒强的话 你还会不会打 如果任务人说我 我还会带上我的那盘子 你去看原份的话 我们好好准备好 好 好 看原份也要看实力 张海军今天棒了 好 好 掌声给张海军谢谢 好 好